优优8点准时更新 我是真子 GTA在中世纪 俯视角开放世界冒险游戏 侠盗猎马人 将于2月18日在Steam上发布抢先体验版 虽然游戏的背景设定在中世纪 但是却充满了对流行文化的反讽与黑色幽默 玩家可以在其中体验到许多荒诞的玩法 例如像空中发射奶牛 改版成死神模样招摇过世 开着马车画出各类奇怪图案 又或者帮助路人保管钱财和马匹 与警察竞速或者切磋武艺 以及协助阵民拆除破旧设施 成为一名中世纪的大善人 游戏中还可以雇佣移动电台 引游诗人 只要往他脸上来一拳 就可以切换到下一拳 R星母公司Tik2 近日申请了一项新专利 即名称为 由于游戏环境中的虚拟导航系统和方法 根据项目介绍 Tik2认为 目前游戏内车辆的行为逻辑并不太真实 这项专利目标是创造一个 突破硬件与软件瓶颈的真实虚拟世界 当NPC驾驶时 会更多思考整体环境的影响 而不仅仅只考虑附近的车辆或行人 例如当下大雨时 NPC会变得更加的小心谨慎 倘若周遭发生危险情况 例如高速追逐时 NPC也能够思考去避开这一区域 根据这项专利的具体内容 以及高速追逐和虚拟世界等词眼来看 该技术极有可能会用到GTA6中 日本知名游戏制作人版元半信 近期宣布成立了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版元游戏工作室 在彭博社举办的Xbox20周年采访活动中 版元半信称 自己前几年一直在培养新人 不过最近他又想重返游戏业了 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全新工作室 他还提到如果有机会 之后会非常乐意继续与微软合作 版元半信生于1967年 1992年从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 进入特骨魔工作 曾主导过死活生系列和 忍者龙肩传系列游戏的开发 后营经济纠纷于2008年退出特骨魔 在2015年的时候 他还曾主导开发过动作设计游戏 恶魔三全英 开发地加密技术的 爱迪德公司近日宣布 他们将把地加密中的 反作弊技术整合到Steam中 所有Steam开发者都可以通过 Steam开发者计划来使用该技术 以方便开发者检测多人游戏中的外挂 提升游戏的公平性和趣味性 根据官方的声明表示 地加密中的反作弊技术 可用于检测自描挂 透视挂和游戏敏感数据修改等作弊行为 它不需要修改游戏本身的圆码 也不会对游戏性能表现产生负面影响 不过实际运用起来效果如何 还有待检验 另外根据目前的公告来看 这次的整合应该只涉及多人竞技游戏 对于单人游戏的防破解则不在其中 幽灵行动荒野迎来近史第74元 本作背景设定在南美洲国家波利维亚 当地的圣塔布兰卡毒品集团 将整个国家叫得乌烟瘴气 玩家将执行各类特种任务来打击犯罪活动 游戏内共有60余种载具可供使用 玩家可以通过海陆空等不同维度 来探索壮丽的荒野场景 多人合作的玩法也是一大特色 线上最多支持4名玩家一起通关相关剧情任务 还可以进行4v4的玩家对抗 较为不足的是游戏后期同质化内容多 刷起来游戏重复无聊 像素风沙河冒险游戏 工匠阵迎来新史第43元 玩家可在游戏中手持铁铲 断锤和十字稿等工具 在神秘森林大沙漠 岩江火山等场景区域 修建各类建筑物 从小型棚屋到大型城堡 都能动手自己设计 除了建造的玩法外 游戏还包含盗贼战士和法师 等多种职业可选 玩家可为其制作相应装备 提升属性 来挑战怪物聚集的地下城 从中赢取各类史诗战利品奖励 游戏同时还支持线上联机 玩家可以和好友一起 设计资源修建房屋 目前本作处于抢先体验阶段 怪物和道具之类的交互机制 还有待改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 游戏CDK微变 和重新开议的淘宝店 还有上传视频文案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在公众号留言 指出我们文案的错误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